第十四题 等差数列A1 A2 A3到AN里面 题目上说呢 如果A3-A2等于6 好我们先来看这一个 什么叫做A3-A2等于6呢 A3刚好是这个后项 A3跟A2刚好是连续的两个项 而且呢A3是后项 A2是前项 后项-前项等于6 那这个6呢 事实上就是等差数列里面的公差 我们假设它是D 这个公差就是6 这是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呢 题目上要问 A330-A20等于多少 那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从等差数列的一般项的公式 公式来思考 AN等于A1加N-E乘以D 这是一般项的公式 那还有另外一个 AN等于AM加上N-M的公差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看看这个A330和A20之间到底差了几个公差 那根据这一个一般项的公式 我们就可以直接得到A330等于A20加几个公差呢 就把330减掉20 这么多个公差 整理一下 A330减掉A20等于310D 也就是说 第330项跟第20项之间差了310个公差 我们刚刚知道这个公差是6 所以直接把它带进来 310乘以6 就等于1860 答案选C